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学八字要实证 在前几天我的学生 他就传了微信给我 他里面是这样子说道 他说老师你好 昨天是我上完课后第一次帮人批命 也是他第六位收费的客人 约两小时线上批命 整体过程非常流畅顺利 最有趣的是一开始 我就跟他说 他本命中的似伙是财 被荧幕保护的非常好 除非被合走 所以要特别注意猴年 他想了一想说记不清了 结果到最后 他忽然提到2016年很惨 我一看不正是秉申猴年吗 哈哈 完美结束 总结这次批命经验 上完课后 我对刘悦的掌握更为精准 对自己更有信心 再次感谢 下面就是回答多多的实证才是王道 从这边你就可以知道说批命来讲 他才是会让你建立对八字的一个信心 而且你有实际的与人批命 你才知道你的八字到底能不能够用 而且各位 在批的时候 他不是批一个大运 而是到一个年里面 你的财运在哪一年特别糟糕 结果事后证明 确实如此 这样子 你是不是对八字就会产生信心 你才敢用八字 所以很多人就是这一步 他跨不出去 今天不管你是否有收费都好 你就是要实际的去面对客人 而且在批命的这个过程里面 各位 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学生他的批命的方法 跟我是很像的 他先说出你这个财心 他是怎么样 然后在哪几个年他容易出问题 也是我们常常讲的 先批 了不了解 要先拼命 不问而批 你不要问就是批 批完了以后 客人来跟你讲 你批的是否正确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学生他是东问西问的 然后才在那边批吗 当然不是 他一定是先批完 然后客人再给他回馈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 像这一种 才是学习八字真正的王道 就是你去批命 而且不问而批的情况下 你批出来了 客人说你对错 你这样子才会知道 你自己本身的批命水平在哪里 而不是批的长长久久 各位 2016年 距离现在6年 客人的记忆都不见得很清楚 你批他小时候 他更记不清楚 或者你批他未来10年后 各位 今天睡一觉起来 不过过一天 太长久了 所以在批命的时候 我都会跟学生讲 你们不要批的长长久久 你就批他最近这几年 因为最近这几年的事 客人不见得都可以记得很清楚 所以更避论这一种很久远的事情 他记得更是迷糊 不然就批的远远的 十几年以后 各位 你在网路上是不是时常听到 到底当时候是谁把我批命 你说这个是我的用神 如今时间一到了 根本就没有那一回事 请问这个当事人要找谁讨个说法 早就忘记谁帮他批的 这个就是我一再的强调 我们学八字 我们要认识八字 一定要去找人实证 透过实际的批命 你才会知道 你到底懂或不懂 而不是看了人家的影片 自认为懂 各位 那是你已经知道答案 你才会在那边大放厥词 假如一个客人在你前面 什么话都不说 请问你又能批的出什么东西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